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8月8日 國務院印發 何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 提出積極主動與香港園區協同發展優勢互保 出席今日香港國際生物科技論壇 既展覽的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提醒業界和大眾 可以從這份規劃中找到機遇 沒有疑問 廣州和山目的區域 往左邊的河井沉沿 會是唯一最重要的 研究科技技術 不僅在香港 不僅在深圳 不僅在中國 而在全世界的世界上 这并非详细 这是一个公文的公文 我用了一个词 我用了20多年纪念香港 我认为香港是一个超级组 它说香港 should fully 实行成为一个超级组 建立了一系统的技术 的技术和技术 而建立了一系统的 国际科技研究和试验系统 我觉得各位先生们 在观众中 应该知道更多 这些新预计的机会 香港国际生物科技论坛期展览 是亚洲最大的国际生物技术大会之一 今年已经举办第二届 在国家着力打造香港 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今天 这个活动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 Bio Hong Kong is a flagship biotech event which provides premier opportunity for the biotechnology community coming together to share original insights and cutting-edge knowledge identify collaboration possibilities foster business ties and shape the future of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香港国际生物科技论坛 即展览的举办 搭建了凝聚全球 创新资源的大平台 地将为粤港澳大湾区的 生物科技产业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 我们将持续强化 与香港及周边城市 创新优素协同联动 优化生物医药产业布局 携手打造 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我们想让这两年长的活动 变成一个国内的活动 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活动 在Asia 因为 Biotech是拥有这些地方 香港是世界国家 世界国家是世界国家的最好的活动 是一个世界国家的活动 世界国家的活动